Hello,大家好,GChannel 继续我们的访问节目 先前讲了镜头倒牌的一些手续或条款 今集我们尝试讨论一下 讲一下网上博彩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呢? 因为介绍今天的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澳门负责任博彩协会会长 宋伟杰B年上来的 你好,大家好 为什么说网头网博呢? 因为早前传过澳门博监局正在研究 澳门搞不搞网博 博监局当然第一时间弹出来澄清没有这样的事 不重要的 有没有也不重要 但是社会上也掀起一个热潮讨论 有社会人士提议搞网博的 我想问一下Billy 我们将来续倒牌的时候 应不应该加入条款 在法例里面 说要搞网博这件事呢? 其实网博这件事呢 提出了很久 其实这几年来 不断都有人提出来的 因为现在 现在讲的世界潮流上面 也有很多地方 是有搞网上博彩 特别在东南亚国家 但是问题是 英国也有的 英国也有 但是东南亚如果比较近 越南缅甸那些交了很多 是的 但是当中也出了很多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以前 我想很多人都会收到一些信息 就是说 澳门某间的持牌公司 他有一个网头 可以在那里 特别是看到 其实有些网上 可能在晚上 半夜的时候 就会彈出来的 那么有很多上网 你没有说彈出来的 我们channel 下面的留言区 他常常都缅甸越南的那些 那些广告 会在那里留言的 是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当然 这个 你说是不是一个潮流 一个趋势呢 很多都会算是 那么 你就特别在一个法例里面 我们重新 重新镜头倒牌之前的法律 要不要去谈谈这件事情呢 那么 我想研究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当然 我们研究究竟有可行性 有没有可行性 有可行性 有可行性就可以做 没有可行性就不做 但是你说 但是会不会将来 在一个法律里面 会不会加一些条款 一些条文 给一些弹性 他们会不会将来可以开呢 这个我是不反对的 但是你说 政府里面 那么你可能 在一个条文里面 可能将来可以 一些普通法律 一些可能 行政总工批示 或者行政法规 可以做得到呢 我想做一个 前期的预备功夫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 到最后决定 做不做呢 都是拿在政府手上 那么澳门 技术上搞不搞到呢 你说技术上搞不搞 都没说搞不到的 但是当中也涉及了很多问题 一些治安的问题 一些可能 一些会不会行骗 有些 洗黑钱 洗黑钱 行骗很多 其实我们都看到 很多时候 有这件事情出现了 很多受骗的都有 有些人可能 甚至乎有些人就会 可能 有些骗徒就跟别人说 我们可以搞这件事情 可以投资 骗人去投资 都有 其实这些都有出来的 连中也有很多的 其实你看到 我们澳门政府 其实经常都出来澄清 我们澳门是没有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很多外面 借住澳门的 因为澳门的 名气很大 名气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 诚信度的问题 因为澳门 我们现在做到一种 就是一个诚信度 起码我们这个是合法和合规的 很多时候 有些人在网上就在吹嘘 就说 我是澳门什么公司的 那么就博出人的信用 但是其实这个 如果以我个人来看 我想这件事情 暂时来看 都是未可行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澳门本身 我们也是中国一部分 我们是一国两制 其实在一个国家的大小下面 其实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容许这样做呢? 特别说了一些 可能洗黑钱 可能一些骗徒 用一些这样的手法 那么如果我们 现在说给人家有 会有些错觉给人 别人错觉之外 另外 你知道在网上上面 不是说一些真的 那么容易监管得到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 监管的配套 我想这一方面做 都不是那么适合的 因为你如果 特别是我们说的 我们其实是发展博彩业 其实博彩业主要 其实都是旅行业的一部分 关键是提高一个 本地方的经济 当然 税收都是一个经济 但是其实 都是希望用一个博彩业 带动旅游业 带动其他各个行业 去有一个 有一个产出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如果你搞 搞网博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其实在电脑或者手机 按按键 就可以投资了 那你刚才说 澳门是搞旅游的 是的 那如果它是 网头的话 那可能 那些人就不来澳门玩了 是的 是的 那其实我们主要 我们希望它是一种 我们现在 正在澳门发展博彩业 旅游业也好 其实是一种体验式 体验式它希望它是什么 它来到澳门 来到澳门当地 吃喝玩乐 起码 带我们周边的产业 其他人 手信业也好 飲食业也好 那他们可能一些 一些卖民创产品 他来到澳门 在这里澳门 有一些消费 为澳门制造一些 经济的产出 一些就业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 那你说我网博的 我基本上不需要来澳门的 那你说 还有没有必要呢 那好像其实 对澳门的经济来说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你说 那其实搞来 为了什么呢 我想这个 大家都要思考 究竟对我们 整个澳门的整体经济 有没有帮助 最主要就是 带动到其他行业 其他产业的发展 特别我们现在 澳门我们提出了很多年 我们说要多元化 如何为其他非博产的产业 去带动到 那你要这样才可以 希望那些人来到澳门 那当然 现在疫情下面 那可能呢 一个人民的通关 可能便利上面 是有一些 比较 没有以前的方便 但是其实 随着疫情慢慢转好 特别在我们内地来说 那个疫情 我想现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 控制疫情 控制得最好的 那我们澳门 亦都做得到 这么多零确诊的案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其实这个 暂时来看 可能 都还是未必要搞这件事 还有监管 真的有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你知 网络世界 基本上是无缘佛界的 如果你网络开了一个赌场 的话 其实变成了赌场 就不止在澳门 就大到全世界 是的 监管上也是一个问题 以及你和其他国家的法规 究竟有没有抵触呢 是的 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内地一定是不可以的 但是至于我 如果我和英国 会不会都有法律的抵触呢 特别是如果你在网络世界 特别在外国的时候 可能涉及到黑钱的问题 因为洗黑钱 也提及了 因为如果一些资金来源 是黑钱 他透过用这个网络赌场 而去洗黑钱 洗白他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方面 真的一定要尋用考虑 是的 这个是要的 就是 我们不能说 为了赚钱 什么都搞 就是要看看 合不合乎社会的发展 当然 你说现在疫情下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会不会网上会好些呢 但是其实这个 说实际上 疫情这个 虽然我们现在的时间都比较长 但是其实这个始终 也会是一个完结的时候 是 我们不可能为了一个 就是如果你和整体来看 其实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是 你不能因为短的时间 而牺牲了一些 一些整体的利益 社会利益 是的 社会的整体利益 这个我不可以 特别的 其实不只是澳门的社会 可能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如果有人看我来说 如果涉及黑钱这些问题 可能一些恐怖活动 可能一些毒贩 这些都会涉及在里面 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 是的 好,好,好 今天就 就说了一遍 说了一遍 那先多谢 Billy 就是 上来和我们 说这个问题 那 那 我们明天呢 就会 就不同的议题 继续再邀请不同的嘉宾 上来的 那我们 今次呢 多谢了Billy 好,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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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